大家好 我是花蜜記老闆 惠惠 我開業了一年 為何開花店 其實我以前打工的都是做花店 但我覺得花來來去都是那幾種 菊花 百合 但原來我自己上網看 有很多很多很特別的花種 我又很想客人都可以分享到這些特別的花 不用來來去去都是插這些花 後來我就想不如自己開花店 自己開我可以拿什麼花都可以 又可以介紹給很多客人知道一些很新的花 所以我就自己開花店 在天水圍開 做的都是街坊生意 街坊生意有一個好處就是 大家很有人情味 大家都是很親民 很親切 好像朋友一樣過來買東西 我亦都很想給自己住的地區的人 去感受到很多不同的花種 還有我發覺在天水圍區這裡 買花的時候我介紹一些新的花種 那些客人是不知道的 其實都有很多年了 已經有了這種花 十幾年了 介紹給那些客人 那些客人都覺得 我沒見過 他都會覺得很奇怪 為何有這樣的花 我發覺天水圍區是 因為很多比較新的花 他們都不知道 那我都很想帶一些新的花 給這邊的客人 讓他們知道 有些很特別的東西 給他們一些新鮮感 其實我花店的英文名叫 Honey Flower Honey是蜜糖 那我又想想 我都要改個中文名 為甚麼 因為這邊是做街坊生意 比較想年紀的人都會有很多 那如果一些人說 你去哪裡買花 那叫他們講英文 可能很難 那中文的話會容易些 那花花一定是花的了 Honey是蜜糖 那蜜糖 會不會讓人覺得 我這裡是賣蜜糖的 那所以我就 不如改一改吧 我又有工作坊 不如改中文那裡 我就改了個蜜 物件的蜜 小禮物的蜜 那也是可以代表到 我這裡除了買花之外 還可以有工作坊做小禮物 所以我中文名就叫 花蜜 其實我們這裡除了買花 我們還會有花束 幫客人訂花 最重要的東西 我們會開一個工作坊 那工作坊是甚麼 會教客人 怎樣去完成一件作品 我發覺原來有很多客人 都很想自己親手 做一些東西送給朋友 或者是男生送給女生 或者是送給閨物 或者是男生送給男生 都有 但是他們自己不認識了 那我就想一下 不如自己開一個工作坊 可以教他們去做一些小禮物送給朋友 大家都會開心自己又有一個滿足感 那我就會開一個工作坊 其實我在這裡開了一年 未來的路 我就是想向網上發展 接網上的單 我亦都很想把一些特別一點的花 不要只在我這個區 就是走出這個區 去到九龍、香港 都介紹給外面的朋友 有些很特別的花種 都可以去選擇